啊哈哈哈 祖焚要冒清煙了 一早我在開車 要來這個電視台 要開會的時候 我的手機就一直想 不得了啦 國台辦居然說 發佈最新制裁名單 這個順序很重要 這是面子之爭 被國台辦點名制裁 政論節目主持人李正浩 和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應川 實在啼笑皆非 我有跟國台辦 陳兵華我有確認 我有以電話或本人施壓 請國台辦制裁李正浩嗎 有特別優惠或考量嗎 沒有 還有以本人節目表現為主 我這個憑實力的好不好 王應川憑什麼路綁 王應川又不懂兩岸 他不過就講了一個 中國高鐵沒有靠背 李正浩焉於王應川 路列不合格 之所以被點名 正是因為這件事情 讓中國官方玻璃心碎 中國對不對 然後他就做了高鐵嘛 他的背上啊 或者腰上啊 有一個不知道叫靠背 還是靠腰的東西 跟中國講的不一樣 台灣叫椅背 然後他們就說 對啦 對啦 我們中國的高鐵 連椅背都沒有 全部做板凳了啦 就傷了他們那個 小粉紅的玻璃心 當時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特別強調中國高鐵多舒適 還喊話歡迎台灣同胞 過來坐高鐵 只是中方喊出歡迎對話 如今卻翻臉宣布制裁名罪 上個月的國台辦發言人啊 朱鳳蓮 才說歡迎我去 叫我去中國走走 結果今天就把我制裁 你們到底要不要我去 被中國制裁會發生什麼事 我最近還在Google 我是覺得國台辦 在破壞兩岸關係 王應川不客氣開酸 中國選在520前夕 把矛頭對準政論圈 反制輿論的手段 不只效果有限 更凸顯中國扼殺 言論自由 三立兄黃玉帆 月魂太報道 貴家程